中午12点,朱婷正是总马赴任,新身份曝光,球迷终于盼到这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的朱婷官宣加盟一甲豪门球队之后呢 其实到现在也都没有太多的一些消息 所以很多球迷也都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女排一姐 最近呢到底在干什么,是否拥有了一些新的身份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归中国女排呢 而就在最近那么朱婷呢也传来了一个非常振奋的好消息 总马赴任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朱婷的球迷看到这条视频,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朱婷加盟了一甲豪门球队之后的话 那么其实目前为止呢都暂时还没有回到国内 虽然很多球迷都想知道说 最近呢朱婷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我们了解到朱婷呢最近在西班牙进行养伤 那么后续的话将会帮助这个斯坎迪奇这个球队呢 去出战新赛系的一个比赛 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朱婷确实整体比较低调啊 没有传出太多的消息呢 所以对于很多喜欢他的球迷而言可以说是望眼欲穿 还好就在最近呢那么随着国内这边进行那些相关的活动 那么朱婷呢也以一个宣传推广大使一个身份呢 出啊帮助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呢是录了一个视频 而这一次录了视频之后呢也让很多球迷看到了朱婷的一个好的消息 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了最近呢河南这边呢是举办了一个冠军进校园活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以及呢整体的一个活动 在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宣传当中我们看到了作为河南出生的一个著名球星呢 朱婷这一次也是非常的有担当了担任的一个推广大使 帮助河南的官方呢录制了这么一个宣传视频 在这一次的宣传视频当中那么朱婷呢穿着一个非常得体的衣服呢出面录制 并且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啊年轻的一些学生呢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强身健体能够在将来呢 能够为国争光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从目前朱婷呢其实啊他所做的这番做法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在国外他也是走马赴任拥有了一个推广大使的一个性的身份 从这一点当中其实一方面能够看得出来呢朱婷现在的状态非常不错 整体精神饱满了看起来也是笑脸盈盈 另外一方面也看得出来呢整体官方对他的实力是非常认可的 也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也是希望利用朱婷的影响力呢 扩大这一次 小冠军进校园活动的一个影响力吸引到更多年轻的学生呢来加入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所以其实不管是对于朱婷还是对于河南的官方啊宣传活动而言呢 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么从侧面也体现了出来朱婷呢对他的家乡呢也是爱的深层 这一次呢也是肩负起了他作为一个河南冠军的一个重大的义务 那么目前呢随着啊朱婷有这样的一个新身份曝光之后啊 其实很多球迷呢也都是非常开心终于盼到这一天 毕竟呢距离朱婷上市官宣加入四甲斯坎迪奇之后呢 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朱婷呢基本上也没有露面 很多球迷确确实实也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个动态 目前的话虽然说暂时还没有能够等到朱婷回国 也没有确定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回到中国女排这边参加比赛 但是起码从目前这些动态来看的话 能够感觉得到朱婷的康复状态已经越来越好 而且逐渐是步入正轨回归到他作为一个女排球员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当中 来做自己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展 只要朱婷接下来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呢 相信他将来回归中国女排的步伐呢也会越来越近 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好好期待一下相信好消息呢会不断的传来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